第2020章情义暴训,方寸山本身还有极强的隐蔽性,三族修士埋伏其内,完全可以打死悬一个措手不及。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陆叶才会想着驾驭方寸山过去。这世上也只有他才能这么做了,因为他是方寸山之主,当年他就是驾驭着方寸山核心一路从幻血魔童那边赶回来的。如今核心虽然融合了东部,但驾驭起来依然没有问题。 不过这个是终究要得到小人族这边的支持。陈玄海点点头道,你既有思量,那就按自己的想法来,本族全力配合。小人族方面,南部欲轻楼不出,就属陈玄海威望最高,他开口,无疑就是代表了整个小人族,其他人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多谢师兄,片刻后自促年前便一直横跟在九州之外的方寸山徐徐动了起来,速度越来越快,直朝清离道界方向进发。 临走之前陆叶传音小九一道,让他好好看家小九自然一口应下。 如今的九州,可以说毫无防备力量镇守,除了寥寥十多个星宿在之前的历练上伤众留下之外,其他人全都聚集到了方寸山。 但眼下九州有修罗长鼠宝遮掩,只要小九在,那就能保九州不失,这也是陆叶感放心大胆将战场拉到外面的原因,九州这边他没有后顾之忧。 呼呼促日,方寸山已抵达清离道界之外,陆叶远远地就看到了自己从万象海那边带回来的中枢战舰,那边似乎还有不少修士聚集的样子,彼此碰头一触,中枢战舰也进了方寸山, 连同万象海归来的修士们,另有清离道界这边以武卓为首的本界修士。 清离道界的底蕴一直都不强,月瑶层面只有武卓一人,其他皆为星宿,绕诗如此,在了解此战的严重性后,武卓也是召集了整个清离道界的星宿参与其中,无有遗漏。 这可是官本星系存亡的保卫战,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在陆叶驾驭方寸山到来之前,武卓心中一点底都没有,毕竟他听闻的消息,可是说子璇那边有十大日照领军来袭,这样的敌人,欲罗如何能敌? 可在进了方寸山后,武卓傻眼了,所见皆是修士,星宿大靶,月瑶众多,便是日照的气息都有二十多个。 实在想不明白陆叶到底是从哪里找来这么多帮手,而且除了人族之外,还有小人族,魂族,甚至还有花族,木陵族和褒族。 他甚至还看到了传说中的人鱼族,一时间看到他眼花缭乱,大开眼界。 花族等三个种族的族人数量不多,一直都是生存在花界之中,而花界则是依附着九州的,这次大战,三族修士主动请应,陆叶也没拒绝。 三族修士虽然修为不算多高,不善于敌厮杀,但无论是花族还是木陵,又或者包族,都是天生的衣修,各有不同的助人疗伤的手段,这种规模的大战,带上他们自然能发挥用处。 陆叶给他们的指令,就是待在方寸山内,等待几方修士返回,有需要时助人疗伤,三族修士一口硬下。 七族联军,总数已然破万,皆为新秀级之上的层面。 这还没算上玉罗界的修士,玉罗那边的人暂时还没过来,需要一点时间,不过应该用不了多久便可以过来会合了。 离宗卫县,陆叶没有原地等候,而是继续驾驭方寸山朝前营去,直到距离乱报去不远的位置,这才停下,一番安排部署。 从万象海方向来九州的路线是死的,飞云也只知道这一条路线,所以子玄大军如果来袭,那必定可以在这个位置附近堵住他们。 算算时间,应该不远了,如果子玄大军真的来袭的话。 方寸山内,各族修士相处融洽,互相熟悉彼此,各寻战友战且不提,倒是人鱼族燕苗找到了陆叶,与他一番言说。 要取所有修士一滴精血,这是为何,陆叶不解地望着燕苗,燕苗却神神秘秘,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但绝对不是坏事,这是本族的一桩机密。 陆叶当然相信燕苗不会拿这些精血去做什么坏事,相处这么多年,这点信任还是有的,当即汉手道,没问题,我传令下去,你们收集便是。 一番令下,陆叶这边更是率先让燕苗取了一滴精血。 人鱼族这边忙碌起来,所有族人都在奔走,好像是在准备什么。 又等了促日,玉罗的修士在丑五的带领下赶来会合,却依然不见子玄妖修们的踪影。 这让陆叶不免有些怀疑,黑云当时是不是在唬她,可仔细想来,当时那情况,黑云根本没有唬她的必要。 而且人家从子玄那边发兵过来,路途遥远,有些是耽搁了,对应不上时间也是正常的。 但等着也不是事,陆叶找上陈玄海宇虚园,让他们留守作证,自己这边则准备深入乱暴区一探。 他如今日照修为,有神闻相助,隐移自身不是难事,只要小心一些,应该不会被发现踪迹。 陈玄海宇虚园自然没有意见,只叮嘱他自己小心。 准备妥当,陆叶这边当即便要动身,然而还未启程,音符便震动起来。 他连忙拿起音符一看,待看清信息之后,眉头不惊一扬。 传信过来的是小人族的一位日照,他奉陆叶之命,在更前方的位置监察动静,而就在片刻之前,他那边有了一些发现。 只是这个发现让陆叶感到极为意外,没有怠慢,急忙出了方寸山,朝前飞去,才行不久,前面两道身影便连眉而至,其中一位正是那个传讯的小人族日照,而另外一人,则是一个风韵十足的妇人。 陆叶占定身行,原地等候,朝请,小人族日照与那妇人到了境前,陆叶唯唯一笑,抱拳行礼,行师姐。 来的不是旁人,赫然是北玄心系的情谊。 北玄是四方心系的一份子,除北玄之外还有五定,大罗,静月三大心系,这四个心系因为彼此相邻,借有日照坐镇,所以时常会有走动来往。 当年四方心系与重血二族一战,北玄这边损失了一位日照,换作陈宗,便是这情谊的道理。 那一战中,陆叶以星宿之身,抢杀了那个叫白镜的血族日照,也算是为陈宗报了仇,情谊对此很是感激。 在陆叶离开四方心系之前,他深夜造访,给了陆叶一份信物和一些谢礼,谢礼方面是一些灵欲和一件神魂秘宝,虽贵重,却不珍惜, 但那那信物那非同小可,凭此信物,陆叶可调动在万象海上所有北旋修饰,见信物如见秦仪本尊。 这无疑代表了秦仪对陆叶的感激,否则不可能给出这样一件信物,只不过这个信物陆叶一直都没有动用过,早不知被他放在哪里了。 往事如烟,却不想今日居然再次相见,秦仪的模样看起来有些疲惫,他日照之深,会弄成这样,无疑说明他这一路赶来根本没做停歇,而且是全速赶路,否则不可能露出疲态。 李真的日照了,秦仪惊恶地望着陆叶,尽管方才他从身边这位小人族日照口中得知了一些陆叶的近况,可没亲眼看到之前,还是不敢相信,要知道当年陆叶从四方星系离开的时候才什么修为,而这才过去多久。 刚刚晋升不久,陆叶微笑回道,秦仪惊喃不已,不可思议,就如当年,他听说陆叶凭星宿之身强杀了一个日照一样,尽管那个日照因为五娘的缘故将在原地动弹不得,可跨越两大境界杀敌,着实骇人听闻。 尽管难以置信,可事实就摆在眼前,陆叶身上的气息和法律波动,确实是日照层面。 他迅速收敛心神,急忙开口,陆叶,我是来报信的。 哦,陆叶眉头一扬,隐约有些猜测,却还是问道,什么情况。 秦仪道,你们玉罗要大难临头了,得赶紧走。 陆叶抬眼看了看旁边的小人族日照,对方笑了笑,方才他这边见到秦仪的时候,秦仪也是这么跟他说的,他稍稍打探了一下秦仪与陆叶的关系,便直接传讯给陆叶了。 你们聊,我继续监视,他说了一句,转身朝着来陆返回,有劳师兄,陆叶对着他的背影喊了一声,你们好像有一些不属,秦仪带没做起,隐约看出点什么了,虽然我不知道你们玉罗为什么会有日照,但一位日照,就算加上你我也是不够的。 你们赶紧走,把所有能带上的人都带上,若是晚了,必定大难临头。 据他所知,玉罗这边应该是没有日照的才对,陆叶晋升也就罢了,刚才那个可不是新进日照,最少也有中期的修为。 听他如此急切催促,陆叶心中一片暖意,只此一点,当年他对四方欣喜的救助就不是毫无意义的。 秦仪无疑也在履行当初的承诺,真正将陆叶当成了北玄的恩人,所以才会急急跑来报信。 师姐知道些什么,能不能跟我说说,陆叶开口问道,第2021章行仪的震撼。 见陆叶这么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行仪快急死了,戏脑地望着他,你知不知子玄妖心那边要对你们不利,他们如今就在路上,用不了几天就到了,而且子玄那边这次出动了十位妖尊级的强者,那可都是日照。 尺位,真不少,陆叶说话间,伸手示意道,师姐请,咱们边走边说。 秦仪望着他,你怎么一点都不急的。 他没想到自己这次过来能遇到陆叶,毕竟在他看来,陆叶还在万象海那边呢,怎么也不会出现在玉罗。 在他想来,自己跑来报信之后,玉罗这边的修饰肯定要大为慌乱,他甚至已经准备好亲自赶赴陆叶出身的九天界, 住那里的修饰撤离了。 虽说他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最起码,要带着陆叶的亲人离开九天,避免这次灾结。 急,也没用啊,陆叶笑了笑,领着秦仪朝前飞掠,师姐还是仔细跟我说说吧。 在此之前,他其实是想过一个可能性的,那就是子玄大军奔袭遇罗,路上肯定要经过四方星系。 当初黑云孤身一人,还可作遮掩,途径四方星系不被发现但这一趟不一样, 十位日照领军这么一股势力过境,四方星系那边不可能察觉不到。 站在四方星系的立场上他们自然不会欢迎这么一股外来的势力闯入自家地盘, 但子玄妖心名头太大,四方星系那边就算不愿,恐怕也阻止不了。 甚至说,如果子玄那边强行征召四方星系的修士加入几方队伍, 他们也没多少抗拒的空间和余地,只能忍入负重。 这就是顶尖大势力的威风,寻常势力是没办法与之抗衡的。 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那玉罗与四方星系的交情就到此为止了, 哪怕他们是逼不得已,但出乎陆叶的意料,秦怡先跑过来报信了。 真不知你是怎么想的,秦怡一副恨铁不成钢地望着陆叶, 哪怕她现在已经晋升日照,可在秦怡的印象中, 她还是当年的那个星秀,隐约觉得陆叶没搞明白情况, 只能将事情威威道来。 正如陆叶所料,紫玄大军过境,四方星系这边立刻有所察觉, 但在得知人家是紫玄妖心的妖修们之后,又有些无可奈何。 拳头没别人大,纵然在自己的地盘上,态度也不好过于强硬。 于是以大罗星系借主罗星河,吴定借主将上为首, 四大星系的数位日照齐聚,前去面见紫玄妖尊,打探情报。 最起码他们要知道,人家到底是路过还是针对四方星系而来。 过程不算愉快,紫玄是大,除非同为顶级势力出身, 他们谁也看不起,四方星系的底蕴不算强,他们当然看不上。 虽说过程不愉快,可让罗星河与江上等人安心的是, 他们明确了紫玄的目标不是四方星系。 但很快他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因为紫玄的目标不是四方星系, 却是陆叶出身的玉罗星系。 这让江上等人心头一紧,一时尽不知该如何是好。 讲道理地说,当年与虫血二族之战,若没有陆叶力挽狂澜, 那四方星系如今必定一片生灵涂炭, 他们这些日照就算有人侥幸活下性命,也要流浪星空,无家可归。 日照之下面对那样规模的虫血二族,根本无力抵挡, 到时候借于抵运枯竭,生灵被奴役是唯一的结局。 那一战,陆叶对四方星系的恩情太大, 在陆叶离开时,他们更是对所有修饰宣扬过, 陆叶是四方星系的恩人,是四方星系永远的朋友。 万象海上,陆叶对四方星系多有照福, 如今得知紫玄的目标居然是玉罗, 这个消息可是吓坏了所有人。 他们不知道玉罗这边是怎么跟紫玄结仇的, 万象海太远,消息传递不方便, 很多情报都没有传回来, 但肯定是与万象海上的一些冲突有关, 要不然紫玄这样的庞然大物怎么会盯上玉罗这个偏余之地? 如今他们要决定的是,怎么处理这件事? 与紫玄为敌,四方星系没这个本事和底气, 放任不管,那就有违心中道义。 一番简单的商议之后,最终有了决定, 四方星系出面,以境地主之仪的名义, 在吴定界设宴款待紫玄大军, 而秦宜则趁机提前出发,赶赴玉罗暴训。 同时他还肩负一项使命, 那就是赶快抵达九天界, 将所有与陆叶有关的人提前带走。 这是四方星系能想出来的, 能做到的唯一一件事了, 玉罗其他人的死活他们管不了, 也没那个能力管, 插手太多,得罪子玄, 他们四方星系没好果子吃, 今天子玄能发兵玉罗, 改天就能打他们四方, 所以他们唯一能保证的是, 陆叶的亲朋好友不会出事。 这姑且算是对陆叶当年莫大恩情的一点点回报了。 而为了款待紫玄大军, 这一次四方星系可谓是大出血, 因为只有付出足够多, 才能引起紫玄妖修们的兴趣, 让他们稍作停留, 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 我们拖延不了多久的, 顶多十日, 紫玄大军必定来袭。 秦宜满面极色, 这一次紫玄有十大妖尊, 皆为日照, 领军过万, 我观察了一下, 其中单是月瑶就有近百位, 这样一股力量, 横扫我四方星系都绰绰有余了, 你们玉罗怎么打? 陆叶不住地汗手, 终于有紫玄大军的确切情报了, 之前只知道有十大妖尊, 妖修的数量多少还真不知道, 多亏秦宜来报信, 对这一战, 她信心更足了。 你有没有在听啊? 秦宜有些无奈地望着她, 在听啊, 陆叶说话间, 抬手一扶, 一层无形的屏障打开, 师姐请敬, 秦宜望着面前的陨石, 一时摸不着头脑, 不过隐约能从面前这块陨石上感受到一些奇妙的气息, 顿时明白这陨石大概只是伪装, 当即闪身入了其中, 嘴里还嘟囊道, 你在搞什么鬼? 画落石, 视野一花, 雄魂的戒狱气息扑面而来, 那是比她遇到过的戒狱都要深邃的气息和底蕴, 这事, 情仪争然, 确实如她方才所想, 那陨石只是表面的卫装, 真相竟是一个戒狱, 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个只在传闻中听说过的宝物, 与方才的经历何等相似, 脱口问道, 这里跟方寸山有什么关系? 陨叶笑道, 师姐好眼力, 这里正是方寸山。 不可能, 秦宜看着陨叶, 似是想从他脸上看出开玩笑的神色, 鼎鼎大名的方寸山, 怎么会在这里? 而且还任由自己进出可他却没从陨叶脸上看到任何开玩笑的意思。 紧接着他便转头看向一个方位, 那个方向上, 正是仙灵风所在的位置。 他神色凝重, 因为在这一刻, 他竟从那个方位上感受到了日照的气息。 不是一道, 也不是两道三道, 而是有很多, 很多。 陆叶, 有客来了, 一个温柔的声音忽然响起, 既是客人, 还不请过来一见。 陆叶点头应下, 招呼秦宜, 请师姐, 随我来。 秦宜有些晕呼呼地跟上陆叶的身形, 朝仙灵风方向飞去, 他怀疑自己感知错了, 因为就算这里真的是方寸山, 也不可能有这么多日照齐聚, 他听过小人族的传闻, 知道方寸山早已分裂, 每一部方寸山都只有寥寥书为日照而已。 半途中, 他还看到了大量修士东一群西一群地聚集在一起, 关键是那些修士出身还各不相同, 大多处都是人族, 可他还看到了花枝招展的花族, 盛行高大的牧林族, 头顶着花花绿绿的蘑菇的奇怪种族, 如果没看错, 那应该是包族。 还有一些人身余伪的奇特种族, 女子格格漂亮艳丽, 男子却是奇丑无比, 长相猙獰, 这莫不是传说中已经绝肌的人与族, 一路走过看过, 秦怡只觉自己进了一个非同凡响的地方, 所见所闻无不给他带来巨大冲击。 终于抵达仙灵峰顶, 踏进大殿的一瞬间, 秦怡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因为两旁二十多道目光汇聚而至, 每一道目光都凝如十指。 面前一个端庄风雨的妇人迎来, 笑盈盈地看着她, 对上她的目光, 感受对方的气息, 秦怡心中立刻有了判断, 这个女子比自己强, 而且要强很多。 不单单是她, 大殿内这二十多人, 有一大半的修为都要超过自己, 愚者只有寥寥数位示弱于自己的, 其他人最少与自己持平。 打来这么多日照, 秦怡想不明白, 陆叶, 这位是苏玉清轻柔开口。 陆叶连忙介绍, 这位是来自北璇的秦怡秦师姐, 此次过来, 特意赶来报信的。 她又跟秦怡介绍了下苏玉清, 小人族苏玉清, 师弟我的道旅, 秦师姐不必见外。 道旅, 小人族, 秦怡脑子有些混乱, 这位修为远远超过自己的女子, 居然是陆叶的道旅, 而且还是小人族出身。 这里真是方寸山, 压下心中思绪, 秦怡连忙与苏玉清互相见礼。 片刻后, 秦怡落座, 依然有些不真实的感觉, 但看着眼前如此强大的阵容, 连日来的担忧和急迫终于一扫而空。 她算是看出来了, 紫玄的来袭, 陆叶这边早有准备, 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日照聚集在这里? 而面对这样的阵容, 毫不知情的紫玄一头扎进来, 那场面, 想想都可悲。 第2022章紫玄来袭, 大殿内, 陆叶的声音持续不断地响起, 众日照聆听, 如今既然得知了紫玄那边的具体情报, 又探知了他们即将抵达的时间, 自然是需要做一些详细的部署和安排了。 此战众中之众, 非紫玄上万要求, 而是那十位日照, 只要解决了这些妖尊级的强者, 剩下的怎么打都能赢。 秦怡晕呼呼地坐在那里, 一时如智梦境。 玉罗星系有什么样的底蕴, 他大概有些了解, 所以他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 陆叶到底从哪里找来这么多帮手, 而且还是不同种族的。 更让他感到吃惊的是, 这大殿内诸多日照, 竟盈盈有以陆叶马首是瞻的意思。 他也曾从万象海那边归来的四方星系修士口中得知, 陆叶在万象海那边发展得很不错, 可怎么也没想到, 当年的星秀已经到了如今这样的程度, 这无疑是需要他仰视的高度了。 少请, 一切部署妥当, 秦怡这才慢慢回神, 陆师弟, 可有需要我出力的地方, 若有的话, 尽管吩咐。 原本他过来是准备找到陆叶的新友, 带走避难的可眼下局势已经不需要他这么做了, 但来都来了, 肯定不能看着多少出典力总是可以的。 陆叶看向他, 秦师姐能够前来已经足够了, 四方星系付出巨大, 拖延紫玄大军, 这个恩情我御罗记下了, 此战是本星系与紫玄的恩怨之战, 四方星系不宜插手。 此战之后, 御罗星系必定明阳星空, 势必要为紫玄彻底记恨。 如今的御罗有足够的自保之力, 可不代表四方星系也有, 到时候紫玄不敢对御罗怎么样, 对付四方星系还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一战秦宜最好还是不要参与, 免得引火烧身。 秦宜叹息一声, 惭愧, 四方星系畏惧紫玄雄威, 能做的只是拖延他们一阵, 让秦宜过来走一趟, 根本不敢与紫玄撕破脸皮。 若是早知御罗这边底运如此深邃, 四方星系那边完全有更好的选择, 比如派遣一部分修士, 假意加入紫玄大军, 戴战起时倒戈相向, 必能打紫玄一个措手不及。 但这世上没有那么多早知道, 四方星系的日照也要为本星系的修士们负责, 哪怕陆叶当年的恩情再大, 在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 他们也不敢得罪紫玄。 能想尽办法拖延紫玄大军, 让秦宜提前过来, 他们也是冒了不小风险的。 见他神色, 陆叶便隐约猜出了他心中想法, 微笑道, 请师姐不必在意, 如果师姐真的闲不住的话, 那就请坐镇方寸山吧, 到时候此地会有诸多衣修留守, 暂时受伤的修士也会返回疗伤, 师姐帮忙看顾一二。 坐镇方寸山内, 不会抛头露面, 只要方寸山的防护屏障不破, 谁也不知里面还有葛秦宜。 秦宜明显也知道陆叶此番安排的用意, 当即汉手, 陆师弟放心, 我必会照顾他们妥当。 陆叶点点头, 不再多说, 站在他的立场来看, 四方星系这次的应对方式无可厚非, 当年对四方星系有恩的是他本身, 所以此次遇罗有难, 四方星系那边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 派遣秦宜过来提前带他陆叶的亲友逃难。 更多的, 四方星系做不了, 自然不会因此而心生间隙, 他其实反而还挺感激, 因为秦宜这样过来, 其实也是冒了风险的。 意识完毕, 各自散去, 最后的时间内, 做大战的种种准备。 而有了秦宜带来的确切情报, 陆叶自然就不必再往乱暴区一探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 这一日, 乱暴区出口处, 忽有数道庞然大物的身影显露而出, 那赫然是一艘艘巨大的战舰。 战舰总共五艘, 其中四艘是类似陆叶从万象海带回来的中枢战舰, 只不过体型更大一些, 造型也更猙獰一些, 任谁看了, 都能知道这是攻城拔债的利器。 而最后一艘战舰的体型尤为巨大, 那是真正日照层面的战舰, 无论激发的攻势还是防护, 都能轻松堪比日照出手, 尤其是防护, 因为有强大阵法的加持, 绝非一般日照可比。 与这艘战舰对比起来, 原本不算小的另外四艘战舰却算不上大了。 一大四小, 五艘战舰穿过乱暴区, 真正抵达欲罗星系。 终于到了, 那居中的最大战舰的中枢控制大典中, 两道身影并肩而立, 一个发虚张狂, 神情不怒自威, 一个气息沉宁, 双眸一片漆黑, 仿佛最黑暗的夜。 紫玄妖星妖尊众多, 但能被称为大妖尊的, 也就只有五位而已, 黑云是其中一个, 剩下还有四个。 这两位便是剩下四位大妖尊的其中之二, 那发虚张狂者为必辰妖尊, 成名上万年, 放眼整个星空都是能排得上号的强者。 双眸七黑者为墨玄妖尊, 成就大妖尊虽只千年光阴, 但一身抵蕴极为深邃, 不容小区尤其因为血脉的缘故, 他还修有极为强大的铜树, 诡秘难防。 此番发兵九州, 便是以他们两个为首, 另外八位小妖尊携从。 哪怕是小妖尊, 那也是日照, 只是修为上梅到日照巅峰而已。 十位妖尊, 万名妖修, 这样的阵容, 千年内子玄只动用过两次, 每一次针对的都是极为强大的势力。 正常情况下, 一个欲罗不值得子玄如此用心, 但事情牵扯到九州, 那就不一样了。 万年前的九州可是整个星空最负盛名的界域, 其强大的程度, 便是其他同为顶级界域的势力都难以比拟的, 可以说是一届光辉笼罩整个星空。 可自从万年前那次大战之后, 九州便不见了踪影, 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直到此番黑云有了确切消息, 子玄当即重兵出击。 带这么多妖修过来, 主要是为了方便统治现在的九州, 毕竟九州有一桩巨大的机缘, 当年很多人都在寻找, 可惜一无所获, 所以人少了肯定是找不到的。 此时此刻, 两位大妖尊身旁, 一座做法正微能地催发下, 一块快如镜面一样的东西, 将四周不同角度的画面呈现在他们面前。 按照黑云给的路线, 这里应该就是那欲罗星系了。 墨悬开口, 那九州就距离这里不远, 他的分身上次就损失在九州。 碧尘微微汗手, 低沉的声音响起, 飞云的分身淬炼了三千年, 有日照中期的修为, 据他所说, 忽然就与本尊失了联系,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他也不知道, 不过能这么轻松解决一个日照中期, 这九州看样子还不错。 墨悬一笑, 毕竟是九州, 哪怕十多万年, 总有出人意料的地方。 两位妖尊闲谈着, 却是谁也没将九州放在眼中, 就算如今的九州真有日照作证, 他们此番以绝对强势的力量来袭, 对方拿什么党? 黑云那边有消息吗? 毕竟问道, 墨悬道, 暂时没有, 不过黑云之前说了, 他要先去万象海解决三界岛, 那个领导里面有不少出身九州的修士, 先拿下再说, 之后会来与咱们会合,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应该在路上了,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 要等他吗? 不用, 毕尘摇头, 继续前进, 找到九州, 墨悬了然, 正在传令舰队继续前行时, 目光忽然一转, 口中传出惊奇的声音, 一, 毕尘也朝那个方向望去, 两位妖族目光汇聚处, 一块镜面中, 倒影着附近星空的景象, 此时此刻, 那个位置上居然有一团血光突兀出现, 正急速朝舰队这边掠来, 雀顿树, 墨悬扬眉, 露出意外神色, 这种地方, 忽然出现一个修士施展雀顿树, 不免让人感到奇怪, 而且他也没看到对方身后有追杀的人, 所以墨悬不清楚对方在逃, 逃避什么, 而且感知之下, 更让人惊奇的是, 这个施展血顿树的, 居然还是个日照, 冲咱们来的, 毕尘眼帘微微逆起, 有意思, 墨悬嘴角一勾, 子悬这边才刚抵达欲罗星系, 就有一个日照施展血顿树朝舰队掠来, 这是想干什么, 正常来说, 血顿树这种秘术一旦施展, 对自身都是有极大消耗和负荷的, 维持时间太长甚至还会有后遗症, 所以大多用来逃命或者追击, 寻常时候不会施展, 他们两个说话间, 另外一艘战剑中, 已经有妖尊现身前却拦截了, 施展血顿树的日照修为不高, 隐约是刚晋升没多久的样子, 所以现身的这个妖尊, 也大约是个日照中期的修为, 是八位小妖尊的其中之一, 他头上长着两只鹿角, 赫然是个鹿妖, 身形魁梧, 肌肉扎实, 从战剑中窜出, 直朝那血光迎上, 口中力喝, 来者何人, 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朝他掠来的血光反而速度更快一分, 找死, 路妖尊大怒, 周身腰圆滚滚, 背后引有一只巨鹿的虚影闪烁了一下, 紧接着身形都膨胀了一圈, 他自是修为更强一筹, 毫不畏聚地朝血光迎上, 刹那间的碰撞, 腰圆震动, 空间暴碎, 血光崩散开来, 露出血光遮眼中的身影, 第2023章血色烟花, 这一瞬间, 不知多少目光朝这边望来, 隐约可以看到血光散去后, 那是个年轻人的面孔, 只不过似是不知受到了什么刺激, 整个人的表情极度猙獰可怖, 而且没了血光的遮掩, 这个年轻人身上竟弥漫着一层黑色的气息, 如活物一样在他身上扭曲舞动, 即便远远观瞧, 那黑色气息也给人一种极为不祥的感觉, 好像那黑色是世间污秽的凝聚, 如果仅仅这样也就罢了, 关键是此刻露妖尊的状态, 他的修为无疑要比血光中的年轻人高出一劫, 但方才那一次碰撞, 他居然没能占到任何便宜, 反而还吃了点亏的样子, 强壮的身躯在星空中翻滚, 倒飞而出, 花了好几席时间才稳住, 面上一片惊诧, 显然没想到自己居然被一个修为弱于自己的对手撞飞了, 要知道方才那一下他可没有流余力, 其他妖尊在战舰内观瞧, 感受得还不太真切, 可他与莱迪正面碰撞了一下, 立刻察觉到不妥, 对方的状态, 不正常, 好像失了理智, 但又好像没有, 陆妖尊修行这么多年, 还真没遇到这么古怪的事, 疯癫而冷静, 用这种极为矛盾的状态来形容对方, 无疑是最贴切的, 此刻容不得他多想了, 因为在那一次碰撞之后, 那个看起来有些不正常的年轻人, 周身重新笼罩雪光, 直直朝子玄居中的最大战舰扑了过去, 戏事汹汹, 没人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 陆妖尊却不能置之不理, 当即闪身要拦截, 可这片刻的干戈, 让彼此距离已经拉开了一大截, 根本拦截不得, 好在战舰也不是挨打的靶子, 眼见敌人来袭, 战舰之上, 当即有一道光芒爆发开来, 其凶悍程度, 赫然堪比日照亲自出手, 雪光不得已避退, 迂回前行, 但屡次都被战舰爆发的威能所阻, 眼看路妖尊逼近, 雪光忽然调转方向, 朝左侧的一艘战舰掠去, 显然是逼不得已之下, 改变了自己的目标, 被盯上的战舰当即反击阻拦, 可这艘战舰终究没有最大的那艘强大, 所打出来的攻势根本不足以阻拦, 呼呼片刻间, 雪光就依附在战舰表面, 与此同时这艘战舰的防护法阵也被催至极限, 光芒浓郁, 整个战舰就像是被一层明亮的光幕覆盖, 谁也不知这雪光到底意欲何为, 但被一位日照这么贴近将防护法阵催至极限无疑是最好也是最正确的应对, 入妖尊怒吼杀至抑郁将雪光赶走, 法力跌宕间, 一道灵文凭空显露在雪光脚下, 最大的战舰内, 两位大妖尊一直在关注着雪光的动静, 乍一剑倒着灵文, 无论是碧城还是墨璇都忍不住愣了一下, 紧急着碧城的神色一变, 虚空灵文, 活了这么多年, 他对灵文之道也有涉猎, 虽说在这方面没什么天分, 可漫长悠久的寿命能弥补很多不足, 所以一眼就看出这是一道极为复杂的虚空灵文, 不好, 墨璇也低呼一声, 急忙传音正朝雪光急速靠近的路妖尊, 快退, 尽管不知对方为何忽然构建出这么一道虚空灵文, 但虚空灵文一般都与传颂和摩依有关, 几乎是在他话音落下的同时, 那灵文微微一颤, 下一瞬, 雪光身旁, 突兀地出现在一道道身影, 那每一道身影都与雪光相差无几, 被血色笼罩, 看不清真容, 却给人一种极为狂躁的感觉, 通过虚空灵文传颂过来的血光总共八道, 算上最初的, 就是九道, 这九道雪光无不弥漫着日照的气息, 而且似乎同出一人, 树一现身, 便急忙朝四方散开, 与此同时, 远方一块陨石上, 陆夜安静地站在原地, 收敛了自身的气息, 凝神望着紫璇舰队所在的方向, 九道血影不是旁的, 正是他的九道宝雪分身, 但眼下的这九道宝雪分身, 与正常的宝雪分身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承载了天赋树黑色果实的一部分, 之前在万象海的时候, 陆夜就一直在尝试摘除天赋树的黑色果实, 一番试验下, 天赋树分身可以分割走一半的黑色果实, 但天赋树分身无法舍弃, 所以这个方法没有意义, 然后他想到了宝雪分身, 都是分身的一种, 天赋树分身可以分割黑色果实, 宝雪分身没道理不可以, 最初的尝试不尽人意, 但在陆夜的努力和坚持下, 终于有了成果, 自身体内的宝雪可以吸收一部分黑色果实的精华, 承载在其中, 如此一来, 只要舍弃掉宝雪分身, 就可以一点点将黑色果实摘除, 返回九州之前, 他的九滴宝雪都准备妥当了, 皆都承载了一部分黑色果实的精华, 他当时没有舍弃那九滴宝雪, 因为舍弃了之后还要重新凝炼, 花费时间和精力, 一直准备着在这个时候废物利用一下, 那毕竟是九到日照程度的分身, 用在恰当处, 可是能发挥不小作用的, 就比如此刻, 他最初的目标是那艘最大的战舰, 这玩意威力太强, 当然要先减除了, 如果他有足够的时间, 让宝雪分身靠近那艘最大战舰应该没问题, 但是, 人算不如天算, 计划出了一点点问题, 陆叶也没想到, 在吸收了黑色果实一部分精华之后, 自己的宝雪分身居然生出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这一个格属于自己的分身, 在凝炼出来之后, 竟好像有了各自的思维和想法, 这就很不可思议, 宝雪分身是他的宝雪凝炼而成, 是他的一部分, 按道理来说, 他是可以轻松掌控的, 就如活动自己的食指一样, 但现在的情况是, 自己的手指头有了自己的想法, 而且这个情况随着时间推移还越来越明显, 陆叶只是略意思量, 便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黑色果实是他吞噬的那些修饰的七情六欲的凝结, 宝雪分身吸收了这些东西, 就等于是那些死去的修饰的思维, 在自己的宝雪分身上复苏了, 陆叶不知道如果放任不管的话, 会不会有朝一日出现死去的圆堵, 顾喜和陈玄霸等人借助自己的宝雪分身复活归来的情况, 可能不会, 毕竟人死不能复生, 就算宝雪分身真的因此而复苏, 大概率也只会成为一个只知杀戮和破坏的怪异存在, 现在的问题是, 随着黑色果实精华的影响, 陆叶对宝雪分身的掌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弱, 他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凝练吸收了黑色果实精华的宝雪分身, 计划出现了一点点偏差, 但无伤大雅, 爆, 陆叶凝视前方, 轻轻开口, 划落瞬间, 九道散开的宝雪分身上先后传出极为可怖的能量波动, 血光骚然大放, 迅速朝四方铺展笼罩若大一片星空, 陆叶远远瞧着, 叹息一声, 九道宝雪分身对自己的指令都有些抗拒, 所以没能一起爆开, 造成的杀伤明显打了一个折扣, 若是九道宝雪分身能在同一时间爆开的话, 那产生的破坏将会强出促背不止, 血光弥漫, 经久不散, 促到身影狼狈从中窜出, 其中便有纳禄妖尊, 除他之外, 还有两位妖尊级的强者, 格格灰头土脸, 显然都是受了伤的, 血光逐渐散去, 显露出那片空间的景象, 五艘来袭的紫璇战舰, 此刻就只剩下四艘了, 其中较小的一艘已经化作了无数碎片, 正是之前被宝雪分身衣服的那一艘, 战舰内的紫璇妖羞, 除了两位妖尊逃出生天, 其他的无论月瑶还是星宿, 皆尸骨无存, 九道日照级的分身自爆, 哪怕因为一些意外导致威力大打折扣, 依然不是寻常修饰能够抵挡的, 那战舰即便将防护之力催至极限, 同样被轻易撕开, 三大妖尊现身时, 急忙朝几方最大的战舰靠拢, 慌慌张张, 如见鬼魅, 另外三艘较小的战舰虽然没有破碎, 但多少都受到了一些波及, 各有破损之处, 那最大的战舰, 中枢控制大殿中, 碧城和墨玄街都眼皮子直跳, 他们方才亲眼看到了那震撼人心的一幕, 纵然活了无数年, 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血豹树, 必沉沉生开口, 认出了那是血族的血豹树, 这可是血族用来与敌同归于尽的秘书, 什么情况, 莫玄惊呼, 他们才刚刚抵达玉罗星系, 这忽然冒出来九个血族日照就罢了, 怎么这九个日照一声不坑地就施展了血豹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可是日照, 而且一次性出动了九个之多, 这是玉罗星系吧, 这不是血族的大本营吧, 莫玄一肚子疑问得不到解答, 退一步说, 就算这里真的是血族的大本营, 也没有哪里的血族能有这样的魄力, 直接让九位日照自爆来拦截子玄的舰队, 这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 要搞这么大手笔, 日照无论放在哪里都是中流砥柱般的存在, 一次性出动九位自爆拦截, 谁家有这样强的底蕴可以随意挥霍, 可以说, 九位日照的自爆, 直接将子玄这边打蒙了, 不但子玄蒙, 就连在方寸山内, 通过手段观察到这一幕的各族日照也有些蒙, 陆叶先前说让他来打个头阵, 大家自然没什么意见, 这终究是预罗的事, 陆叶要出头, 理所应当, 可是, 这头是这么出的, 九位日照啊, 放了那么大一个血色烟花就没了, 这手笔, 古往今来, 头一份, 第2024章迷茫的子玄妖尊, 方寸山中, 诸多日照即震撼又惊疑, 震撼的是陆叶出手便如此大手笔, 惊疑的是这到底是什么手段, 那九个日照又是什么情况, 在此之前, 陆叶可从未与他们提过这些, 该我们了, 陈玄海的声音传来, 打断了众人心头思绪, 按照计划, 陆叶打了头阵之后, 就该他们登场了, 所以就算方才的一幕震撼人心, 也容不得他们多去思量, 准备好了吗, 陈玄海转头望向身旁的诸多日照们, 屈原一笑和声朝他扑来, 转瞬间融入他的身躯消失不见, 无疑是施展了魂族独有的复魂之术, 其他魂族日照有一个算一个, 纷纷扑向早已选定好的目标, 小人族此番出动十一位日照, 魂族那边过来的正好也是十一位, 这些日子各自早有商议选定好了联手的对象, 足足二十二位日照, 瞬息间就变成了十一位, 但这些日照无论何人, 皆都在这一瞬间气息暴涨, 各自凝神感受了一下, 皆都露出振奋神色, 魂族的诡秘, 小人族这边是有所听闻的, 但这还是他们头一次亲身感受 被魂族复魂之后给自身带来的巨大提升, 刹时间, 哥哥气息如龙, 杀鸡森然, 走, 陈玄海逼贺一声, 率先朝天外飞去, 其他人紧随其后, 与此同时, 各族联军聚集之地, 诸多星宿月瑶级的魂族也齐齐施展复魂之术, 朝选定好的目标扑去, 复魂齐身, 眨眼间, 整个方寸山内, 再不见一个魂族, 而联军的数量, 也因此锐减了一小半, 数量虽减, 可整体实力却反而提升了, 方寸山外, 那耀眼的血光已经炼去, 来袭的紫玄妖修闷格格心有余悸, 尤其是才逃出生天的陆妖尊三位, 他们能察觉到, 方才那九位写足日照施展血豹书好像不够协调, 否则他们三个未必能活下来, 如今侥幸捡了一条性命, 皆都星有余悸, 妖尊, 有大量日照气息浮现, 忽有声音急急响起, 显然是战舰的探测法阵监察到了外界的变化, 还沉浸在刚才变故的毕臣妖尊文言, 连忙扭头朝一个方向望去, 那个方位上, 一块镜面的倒影中, 赫然有十多道身影突兀出现, 直直地朝这边扑杀而来, 即便身处在战舰中, 他也清楚地感知到了这些人的强大气息, 尤其是那为首的一个, 甚至给他这个成名万年的大妖尊都带来一丝丝威胁感, 气息惶惶, 气势恢弘, 打来这么多日照, 才刚逃到这里, 都来不及喘口气的陆妖尊傻眼了, 要知道, 黑云当初给他们提供的情报中, 可是说这遇罗星系连一位日照都没有, 当然, 黑云的分身损失在这里, 那么这个情报肯定是出错了, 所以他们才会有十位妖尊一起前来, 本以为就算这遇罗星系有隐藏的力量, 他们也可以轻松解决, 结果才刚抵达, 就遭遇了九位写足日照的自曝袭击, 紧接着又不知道从哪蹦出来十多位日照, 气势汹汹来袭, 这里肯定不是什么遇罗星系, 他们肯定无意间闯到哪个大星系来了, 根本来不及思量, 眼见那群日照的距离越来越近, 必成当即有了决断, 迎敌, 不能让敌人靠近几方的战舰, 日照争锋的鱼泊太凶猛, 真要让敌人靠近, 争锋起, 几方妖修必定要损失惨重, 足以必须来敌阻拦在外, 一声令下, 他率先朝外掠去, 其他几位妖尊紧随其后, 另外三艘战舰上, 各有妖尊现身, 很快会合一处, 十大妖尊齐聚, 妖元滚滚, 远远望去, 星空中仿佛多了一团巨大云雾, 诸位道友, 我等来自紫玄妖星, 无乃碧城, 无意间路过此地,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在毕尘的想法中, 这里肯定是某个他们不知道的大星系, 而且对方的阵容如此扎实, 他也不愿与对方倾启战端, 若是能消除误会那自然最好不过, 说话间, 更是爆出了紫玄妖星和自己的名号, 他本以为这样多少会有点效果的, 紫玄妖星放在哪里都是不可侵入的存在, 赎料对面袭来的日照们不但对此充耳不闻, 战役反而更高昂了一些, 毕尘不免有些恼火, 但是已至此, 已经没有缓解的可能了尤其是在对方已经损失了九位日照的前提下, 挤袭后, 比我双方日照群碰撞在一处, 煞时间, 澎湃的法力跌宕八方, 精纯的魂力轰击四级, 那偌大一块星空, 在这一瞬间竟骚然扭曲了一下, 不可能, 历尘眼帘皱缩, 护持自身的法力在这一瞬竟有溃败迹象, 他是大妖尊, 修行上万年, 放眼这整个星空就算有人比他要强, 也强得有限, 而且这样的强者数量绝不会超过五指之促, 这也是他敢领着妖尊们迎敌的底气所在, 因为对自己的实力有足够的自信, 但就在方才那一瞬间的接触中, 这份维持了上万年的自信, 险些被打碎, 与他对上的是一个手持一柄如虚如幻常见的中年男子, 那一刹那的接触, 他竟就为帝生出了一种自己不是对手的感觉, 对方的法力比起自己竟雄魂不止一筹, 他已是日照巅峰, 法力已修行至这星空的极致, 怎么可能有人比自己还要更强一筹, 但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就这么诡异地发生了, 不但自己如此, 其他妖尊居然格格都是如此遭遇, 这就导致原本气势汹汹互相碰撞的两大日照群, 在接触的下一瞬便高下利分, 短暂的僵尸后, 所有妖族妖尊都在慌乱必退, 可以输来的有多快, 退的就有多快, 必成心中惊涛骇浪掀起, 他们是子玄妖尊, 每一位都实力强大, 在成长的过程中可以越阶而战, 对上那些不是出身顶级介域的修士, 同修为境界的前提下, 只有他们压制旁人的份, 还真没有体验过今日这般离谱的遭遇, 他们有生意来逃一次, 被相同修为的敌人压制了, 而且这些敌人与人争斗的手段风格极为独特, 一道道灵符不要前师地打将出来, 每一道都有莫大威能, 或化作术法, 或增强自身, 又或者削弱敌人, 手段层出不穷, 必成震惊万分, 终于知道这些日照出身哪里了, 你们是小人族, 这普天之下, 也只有小人族的修士争斗风格是不断地动用灵符了, 因为这是他们修行的根本, 可是, 怎么会是小人族, 紫玄从未与小人族有过神马仇怨, 所以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 这一群小人族日照, 为何会在这个地方拦截紫玄大军? 不能退了, 墨玄的声音忽然传入耳中, 毕尘一惊, 陡然反应过来, 他们脱离舰队迎敌, 主要目的就是不想让日照争锋的鱼泊波及其他的要修, 这要是再退下去, 那之前主动迎敌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为他们马上就要退至那四艘战舰所在的区域, 不能退, 但对方实力强劲, 压制不得, 那就只能牵引, 毕尘神念一动, 传音四方, 诸多妖尊立刻会议, 纷纷配合, 下一瞬, 交手双方星有默契班地滑出一个弧度, 朝鞋上方掠去, 避开了后方的紫玄战舰, 毕尘皱眉, 因为他发现小人族的日照门对己方的牵引好像并没有太排斥的意思, 反而有些顺势而为的味道, 这是为什么, 很快他就知道为什么了, 因为在之前小人族日照门出现的方向上, 不知何时多出了一只修士大军, 乍一看数量, 六七千左右的样子, 一梯虎沙战舰开到, 而在虎沙战舰后面, 众多修士们粗人成群, 聚集前行, 在这只修士大军的后方, 还有一艘中枢战舰横梗星空, 甲板上, 许多身影正在忙忙碌碌, 也不知在忙些什么, 原来如此, 毕尘立刻反应了过来, 不管小人族这边为什么要与他们为难, 但只看眼前架势, 就知道对方是有备而来, 这是要兵对兵, 将对将, 所以小人族的日照门对他们的牵引才不排斥, 换句说话, 将日照战场分割出去, 是彼此双方都有的意愿, 敌人有六七千的数量, 而己方在损失一艘战舰的前提下, 最少有八千要修, 数量上是占据一些优势的, 而且还有四艘战舰可用, 毕尘收回了目光, 不再关注那边, 因为在他看来, 日照之下的争锋, 子玄那边不可能输, 如今他们要面对的问题, 怎么解决这些小人族日照? 最初的混乱已经度过, 如今各自双方的日照正在捉对厮杀, 小人族这边的日照数量虽然多出一位, 各处争锋也都占据优势, 但这种优势想要转化为盛世还需要一些时间, 远方的陨石上, 陆叶长身而起, 唯唯一笑, 该我们了, 战局的走势如预料之中那般发展, 眼下兵对兵, 江对江, 可子玄这边有四艘战舰作为依仗, 这对御罗联军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 他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要抹除这份不公平, 让几方联军与子玄妖修公平一战, 第2025章终于帮上忙了, 初画间, 陆叶审视了一下体内天赋数的情况, 就到承载了黑色果实一部分精华的宝血分身自爆了之后, 他整个人就轻松了许多, 内视之下, 那黑色果实还在, 只不过体型上明显小了一圈, 对比而言, 约莫有小了三成的样子, 九道宝血分身, 能削减三成, 那三十道宝血分身, 应该就可以将这黑色果实完全剔除了, 这个是暂时不及, 等以后有空了再说, 毕竟您练宝血也是需要花费时间精力的, 初恋心中思绪, 陆叶转头看向一旁, 来吧, 他的身旁, 匍匐着一只巨大白虎, 正是琥珀, 而在琥珀身旁, 则围聚着以一一为首的数位魂族修士, 这几个魂族修士, 大多都天资不俗, 是琥珀在魂族祖地那边新收的半生畅龄, 其中就包括离商, 对魂族而言, 能被圣兽看重, 转化为半生畅龄, 是莫大的荣幸, 因为如此一来, 他们的修行效率也能得到巨大提升, 琥珀自尽了魂族祖地, 便不知有多少魂族想亲近他, 得到转化的机会, 可惜琥珀对此毫无兴趣, 对他来说, 有依依一个就够了, 后来还是依依与他长谈了一阵, 琥珀这才勉为其难选了几个, 离商进水楼台, 无疑得了这个机会, 如今算是依依和离商, 琥珀的半生畅龄总共有六个, 皆为女子, 格格都是月瑶层面的修为, 实力最强的一个已经到了月瑶后期的程度, 当然, 魂族的月瑶跟一般的月瑶不一样, 他们是主修魂力的, 并没有法力这种东西, 但也正因如此, 他们拥有一些别的种族无法想象的手段, 比如此刻, 随着陆叶话音落下, 依依等人齐齐合身扑进了琥珀体内消失不见, 琥珀则是一声咆哮, 一头朝陆叶撞了过来, 身形迅速由石化虚转瞬间就变成了一道虚影, 直接与陆叶融合一起, 下一刻陆叶指觉自身的底蕴都凭空增加了不少, 即便没有催动法力和气血, 也有源源不断的力量自躯体内涌出, 终于可以帮上忙了, 依依的声音在陆叶脑海中响起, 有些雀跃更多的是开心和期待, 她与陆叶相视于帷幕, 一路走来的同甘共苦, 早已将彼此当成了亲人, 但除了最初的时候, 依依和琥珀能帮的上陆叶之外, 之后随着她实力越来越高, 一灵一虎就在男友帮忙的机会了, 当年依依坚持要跟随黎商前往魂祖祖地, 就是因为她知道, 如果自己不想办法做出改变的话, 那她与陆叶的距离会越来越远, 哪怕两人的感情不会因此而有所生分, 可这不是她想要的, 她不愿陆叶在与敌争斗的时候, 自己只能远远地看着, 前往魂祖祖地, 修行魂祖秘书, 便是她的机会, 直到今日, 多年分别的想念和心酸终于有了回报, 她再也不用远远看着陆叶奋力杀丁而无能为力, 她也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黎商的声音也跟着响起, 又并肩作战了, 真是怀念, 这不是她第一次复魂陆叶, 以前有过好几次这样的经验, 但那个时候她与陆叶皆为星宿, 如现如今, 一个已是月遥, 一个更是日照, 修为层面比起当年天差地别, 还有数道声音也先后响起, 陆师兄, 请多关照, 好说好说, 陆叶一笑, 感受自己现在的状态, 比起正常状态下, 实力提升差不多有两成的样子, 这样的实力不算太大, 远不如日照魂族复魂带来的效果, 但考虑到这时几个月遥复魂自身带来的提升, 已经很可观了, 要知道, 它如今可是日照层面, 而这种特殊的复魂状态, 也只有以琥珀这个魂族圣兽为媒介才能施展出来, 白虎之所以能成为魂族的圣兽, 不单单是因为它可以助长被选中的魂族的修行效率, 更因为这种特殊的复魂之术, 正常情况下, 一个生灵只能被一个魂族复魂, 绝不可能有第二个, 因为那样会产生剧烈的冲突, 但是如果以琥珀为媒介的话,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圣兽有统筹所有麾下魂族的能力, 将之整合, 加持一人之身, 六个月摇魂族, 加上琥珀, 给陆叶带来两成的实力提升, 就是这种特殊的复魂的成果, 而这还不是琥珀的极限, 据依依所说, 琥珀日后实力提升了, 还可以转化更多的半生畅龄, 而一旦一一他们的修为皆都提升到日照层面, 到时候再施展复魂的话, 那带来的提升之大, 简直难以想象, 陆叶甚至怀疑着世上到底有没有人能承受那样恐怖的提升, 稍稍熟悉了下自身现在的状态, 陆叶这才开口, 上了, 话音落下时, 整个人已经化作雪光, 朝子玄的四艘战舰方向扑去, 那四艘战舰此刻正在准备迎敌, 战舰表面, 光滑流转, 显然是都催动了防护之力, 而在各处位置上, 法阵运转翁明, 一箭剑被安置在阵眼中的法宝威能迅速积蓄, 如这样的战舰攻伐之力蓄势慢, 可一旦激发, 那威势极强, 且不说那艘最大的战舰, 激发出来的威能等同于日照亲自出手, 便是那三艘小一点的, 也相当于月瑶巅峰的权力一级了, 真要让他们将攻势激发出来, 玉罗联军那边肯定会出现大量损失, 可惜他们终究没这个机会, 谁也没想到, 在玉罗这边出动十一位日照迎敌的前提下, 还有富裕的日照盯着他们的战舰, 退一步说, 就算毕晨等妖尊想到这一层, 也无力却解决此事,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分身无瑕, 那是什么, 最外围的一艘战舰, 中枢阵法锁在舱室中, 有监测外面情况的修饰忽然有了异样的发现, 凌晨查探了一下, 顿时大惊失色, 不好, 日照来袭, 快躲, 躲不开了, 对方速度太快, 他们本就在叙事对玉罗联军发起攻击, 仓促兼有了发现, 哪里有余地躲避, 调整法阵, 放弃攻势, 加大防护力度, 有坐镇的月瑶连忙号令, 战舰这东西, 永远都是防护力度强过攻击力度的, 所以即便是面对日照来袭, 战舰也未必没有抵挡的机会, 只要这边稍作抵挡子玄最大的那艘战舰, 必能察觉这边的情况, 到时候就可以牵制住这个日照, 然后他们就可以见机行事, 放眼星空, 舰队联手配合, 斩杀日照的事也不是没发生过, 随着那月瑶的一声令下, 这艘战舰原本蓄积的攻势迅速散去, 整个战舰表面, 防护的光膜陡然变得耀眼, 显然是将所有力量都集中在防护上了, 刹时间, 这艘战舰仿佛变成了一轮小太阳, 照耀偌大一片星空, 光芒普照之下, 一道雪光悍然闯入, 虽不起眼, 但这一刻却是与那耀眼光芒对比鲜明, 几乎所有战舰内的紫玄妖羞都听到了一声长刀出鞘的争鸣, 紧急着那一点雪光光芒暴涨, 化作一轮血色, 血色白芒的交汇冲突间, 刀鸣之音再次响起, 虚空之中, 漠然出现了一柄巨大的长刀, 仿佛被一只无形大手钻捏, 徐徐麾下, 据韧展, 这得自撩刀内的传承刀术, 用来破灭战舰无疑是很好的选择, 远远观瞧, 这一幕带来的视觉震撼是无法言语的, 巨大的刀刃似能开天辟地, 轻轻挥落之时, 战舰明亮的防护只坚持了一瞬就轰然破碎, 化作点点荧光朝四方飘飞, 紧急着整个巨大战舰也被这一刀从中一破为二, 断成两截, 刀是席卷, 不知多少妖修在这一刻尸骨无存, 无论星宿, 又或者月瑶, 在这样毁天灭地的一刀面前, 都没有任何区别, 更多的妖修从断裂的战舰中逃窜出来, 格格神色惶恐不安, 陆叶已经掠过了这艘战舰, 朝第二艘奔去, 然而还不等他赶到地方, 就惊恶地发现, 那艘战舰上无数妖修器件而逃, 显然是方才的一幕将他们吓坏了, 既然躲在战舰内都不安全, 那谁还敢继续躲着, 当然事先逃命要紧, 不但这艘战舰如此, 另外一艘也是, 转瞬间, 三艘战舰一艘被破, 另外两艘被彻底放弃, 只剩下最大的那一艘安然若素, 这是日照级的战舰, 自由傲然的资本, 哪怕是子玄这样的顶尖介域, 这种层面的战舰也拿不出几艘, 向来都是在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时候才会动用, 此刻战舰内虽然没有日照坐镇, 可凭借战舰本身的性能依然能发挥出强大的力量, 陆叶飞掠之时, 那边就已经朝他催动攻势了, 果不其然, 其微之强, 确实堪比日照亲自出手, 陆叶纵略之术施展开来, 在躲避对方攻击的同时不断地接近这艘战舰, 指不到实习, 便到了战舰进前, 长刀争鸣, 高高举起, 雄魂气血和法力催动, 巨大刀刃迅速凝聚起来, 亦如方才, 巨刃斩下, 裹挟披星斩月之势, 巨刃落下, 战舰震荡, 然而这凶猛一击, 竟没能将战舰破开, 甚至没能摧毁他的防护, 第2026章人鱼战鼓, 要知道, 纵然陆叶才刚晋升日照, 可他抵运深邃, 真正实力绝非一般日照可以衡量, 更有琥珀整合六位魂族附魂, 实力凭空提升两成, 这样的状态下, 哪怕面前战葛日照后期, 陆叶也有信心斗一斗, 可如此状态的一击, 紫璇这艘最大的战舰居然挡住了, 这无疑代表, 这艘战舰的防护力度, 有日照后期的水准, 而这还不是他的极限, 因为他还有余力催动攻势, 几乎就在陆叶至任战展落下去的同时, 这艘最大的战舰便嗡鸣一声, 一道粗大的光柱忽然自战舰前段爆发出来, 瞬息肩破开距离的限制, 直朝远处袭去, 而那个方向, 赫然是玉罗修士联军所在的方位, 陆叶豁然转头望去, 一颗心都忍不住提了起来, 他就在这战舰旁, 清楚地感受到这一道光柱中蕴藏的可不危能, 那绝非日照之下能够抵挡的, 这样的攻势若是真的落尽玉罗修士群中, 顷刻间就要造成无数死伤, 好在这关键时刻,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一道高挑人影战了出来, 正是鸾小额, 几方阵容中, 这一次聚集的日照数量不少, 但魂族日照们已经复魂小人族日照, 与妖族妖尊们打得不可开交, 余下就只有从三界导赶回来的三人了, 其中陆叶的任务是负责处理这几艘子玄的战舰, 严妖令有重任, 此番不会直接参与争斗, 最后剩下一个鸾小额, 便隐藏在修士群中, 随招数千大军出击, 在双方修士数量和整体实力相差无几的前提下, 有这么一位日照坐镇, 自然能在接下来的对抗中占据绝对上风, 他没想曝露得这么快, 可此刻却不得不站出来, 日照的法力凶猛催动之下, 鸾小额整个表面散发璀璨光芒, 他抬手一招, 一件小钟模样的防护法宝被祭出, 在他头顶上滴溜溜旋转, 而随着法力的跌宕翻涌这口小钟骚然化作了虚影, 轰然扩张开来, 将他整个人罩在其中也笼罩了弱大一片范围, 正好挡在那明亮光柱的攻势前, 下一瞬, 战舰攻势轰击在中影上, 粗大白芒如一道奔走的白雷, 蕴藏毁天灭地的杀伤, 短短两席后, 中影破碎, 鸾小额倒飞出去, 半空中叠血不断, 即便是催动了防护法宝, 在应受这一击后, 他也不免受了伤好在终于将这一道攻势挡下, 陆叶远远望见了这一幕, 勃然大怒, 幸亏几方日照数量够多, 提前将鸾小额安置在修饰群中, 否则这一击之下, 不知多少人要倒霉遭殃, 果然, 这种程度的争锋没有人可以未卜先知, 做到万无一失, 在争斗的过程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意外出现, 鸾小额那边没有性命之忧, 陆叶感知之下, 他只是气息有些虚弱而已, 眼看身旁战舰又开始蓄积攻势, 他再不犹豫, 抬手一探, 在虚空中一抓, 剑狐祭出, 凭他眼下的实力是有机会破灭这艘战舰的, 但那需要时间, 而眼下最缺的就是时间, 那样的攻击未必还能挡得下, 只能祭出剑狐这个大杀器了, 法力催动, 神念翻涌, 剑狐口楚, 一道剑光飞掠而出, 寻着陆叶神念的牵引, 刺向身旁的战舰, 对比战舰的茫然, 这道剑光就像是一根绣花针, 可是那能挡住他具任战一级的战舰防护, 在这绣花针一样的剑气面前, 净脆弱得如同纸糊, 不算明亮的剑光轻而易举地就破开了战舰表面防护, 穿透进战舰内部, 然后又从战舰的另一侧穿出, 光芒破碎, 战舰表面的耀眼防护, 化作荧光飞舞, 煞时间, 这星空中宛若多了一群萤火虫, 陆叶手中盘扇刀再度举起, 法力狂催, 比起方才更巨大的刀刃迅速凝聚, 狠狠斩落, 无声无息, 这一刀之下, 没了防护的战舰再也不能抵挡, 直接附了第一艘战舰的后尘, 从中破为两半, 同时在刀光的席卷下, 众多生机湮灭, 更多的妖羞惶恐逃窜出来, 一个个面如土色, 杀, 前方星空中, 欲罗的修士联军内, 传出了呐喊声, 无数修士各节阵势, 汇聚无边杀机, 如凶猛浪潮一样朝这边席卷而来, 妖羞们顿时乱成了一团, 五艘战舰组成的舰队, 此刻已经不能成为他们的依仗, 而且这一战开始得太过仓促, 便是那些妖尊们都完全没有准备, 更不要说他们了, 更有陆叶身行纵略, 刀光席卷, 肆意杀戮, 可以说, 这一片战场还未真正开战, 妖羞们就已处于绝对不利的局势, 另一边, 日照强者们所在的战团, 一个葛妖尊憋屈至极, 因为足足是楚战团, 他们没有一个战具上风的, 全都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这是难以想象的事, 他们可都是出身子玄妖心的日照, 相同境界修为下, 本身抵运就要强过一般的日照, 从来都是只有他们压制别人的份, 什么时候轮到他们被人压制了, 尤其是墨璇这位大妖尊, 他的对手赫然便是苏玉清, 他能感觉到, 自己的对手也是日照巅峰, 但那可是小人族, 凭什么压制自己? 众所周知, 小人族因为体质特殊, 外加修行灵符之道的缘故, 正面争锋的能力, 往往要比其他种族稍弱一筹, 他们更多依仗的是自己炼制的灵符, 所以争锋中他们的手段很多, 可正面硬抵的能力是不行的, 更不要说与妖族这样的大族相比, 正常情况下, 墨璇与苏玉清一战, 必然是后者落入下风的节奏, 但此刻局面却是反了过来, 这让墨璇难以接受, 而这场争锋才刚开始不久, 局面就已经如此, 若是持续下去, 岂不是说所有妖族妖尊都要败北? 小人族, 区区小人族, 墨璇狂怒, 争锋的不利, 让他平白生出一种被人羞辱了的感觉, 若是不敌其他善于斗战的大种族日照也就罢了, 可输给小人族, 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 他杀鸡凌冽, 暗暗发誓, 今日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也绝对要将这些小人族赶尽杀绝, 然而就在这时, 忽有一声东的声响, 从一旁星空某处传来, 星空中声音是无法传递的, 修士们能够交流, 基本都是神念传音或者古荡法力, 可这一声响动却是清晰无比, 传入了所有日照的耳中, 传入了那些日照之下, 正在发起攻势和组织防守的敌我双方修士的耳中, 而且无论是谁, 都一瞬间辨别出, 那是古的声音, 墨璇不知这声音从何而来, 也没功夫去管, 他一门心思都在苏玉清身上, 只想将这个不知死活的小人族女子撕成碎片, 叫他知道胆敢与自己为敌是什么样悲惨的下场, 不但墨璇如此, 其他妖族日照皆都如此, 唯有小人族日照心头一动, 按道一声来了, 被斩成两节的战舰附近, 陆叶杀鸡佩然, 忙里偷闲朝方寸山所在的位置看了一眼, 那个方向上, 一艘中枢战舰横跟方寸山外, 保持着随时可退入方寸山的姿态, 这中枢战舰正是陆叶从万象海带回来的那一艘, 其体型上与子玄这次出动的四艘小一点的战舰相差无几, 都是同一个档次的, 此时此刻, 战舰甲板上, 一道道身影毅力, 人数不多, 只有不到两百位的样子, 新一色的女子之身, 有的看起来与人族无异, 还有的却是人身于尾, 这些赫然是人于族的女修们, 为首的正是燕淼大长老, 近日的她一身贴身衣衫, 勾勒身形曼妙, 长发高高竖起, 显得英姿洒爽, 干脆利落, 面前横着一面大鼓, 那大鼓足有三丈方圆, 通体玉色, 唯有鼓面呈淡红色泽, 鼓身处更有一道道繁傲古仆的花纹, 纵横交错, 竟显岁月的沉淀感, 她手持着两根鼓锤, 一锤已经落在鼓面上, 另一锤高高举起, 方才的鼓声, 显然是她敲动的, 而在她的身后, 还有四位人于族修饰一字排开, 赫然便是人于族的三位长老连带着白露这位人于族公主, 人于族高层, 除了不安适时的女王之外, 如今就只有一位长老留守领地, 其他几位全都在此了, 三位长老和白露面前同样横着大鼓, 只不过比起燕淼面前的那个, 他们面前的大鼓无疑要小很多, 纵如此, 也堪比桌面, 一大四小, 五面鼓, 无不是极为古老之物, 而这五面鼓可是非同凡响的, 陆叶之前稍有了解, 知道这五面鼓是人于族从古老传承下来的族器, 珍贵异常, 至于这五面鼓到底能发挥出什么作用, 燕淼没细说, 只告诉陆叶到时候必然会有惊喜, 五面鼓后, 便是那些人与族女修了, 他们呈半圆形, 排列在甲板上, 格格都双手紧握, 食指交叉, 安静地放在胸前, 头颅微微低垂, 念上一片肃木, 咚, 烟描手上高举的鼓垂落下, 第二声响传出, 紧接着是第三声, 第四声, 鼓点最初很稀疏, 但慢慢密集, 当鼓声识响之后, 离奇的一幕出现了, 淡红色的鼓面, 色泽陡然加深, 仿佛被沁上了鲜血, 每一次鼓垂落下, 都好像砸在了血池之中, 肉眼可见的连衣, 以五面大鼓为中心, 朝四方辐射, 如浪涛席卷, 朝夕奔腾, 空无一物的星空都随着这连衣的扩散, 变得波光凌凌。 私平总 THEY可以做了这些转型的飞性, 接着我想是明文本的本来的缘, 现在我们处理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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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